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湯正文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國立的8月5號到8月11號 十二生肖的週運4囉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組生肖 生肖數豬 數兔 數羊的朋友呢 本週的好運指數有三顆星喔 哇 這一半呢 戀愛運還不錯 人緣桃花也很好 但是你要記得 如果有對象的朋友呢 一定要記得彼此之間一定要多磨合 要多溝通喔 以免冷淡的情緒會讓你的生活呢 更增添一絲不愉快喔 所以要記得 如果說有對象的朋友呢 要多去旅遊啊 或多溝通啊 去吃一頓浪漫的晚餐呢 都可以幫助你感情升溫喔 那如果呢 還沒有對象的朋友呢 這一半呢 一定要去剪剪頭髮 或是換個造型 買個新衣服呢 讓自己呢 看起來更亮麗如新 會帶動你的人緣桃花的好運氣喔 好 來看一下第二組生肖 生肖數虎 數馬 還有數狗的朋友呢 本週的好運指數呢 有五顆星喔 哇 這一半呢 財星來照耀你喔 會感覺呢 哇 你的背光呢 充滿了財神的加持 讓你呢 財氣橫通喔 那這一半呢 在金錢方面的運氣呢 可以說是帶動你的工作運喔 因為呢 有一些當財神來敲門的時候 工作上呢 有一些貴人呢 會告訴你說 欸 哪邊有賺錢的機會啊 我幫你介紹哪個客戶啊 那這個時候呢 你一定要心存感恩喔 當你呢 有賺到一些業績的時候 也別忘記了 一定要多請客喔 讓你的人脈呢 可以更加的廣結善緣喔 好 來看一下第三組生肖呢 生肖數蛇 數雞 還有數牛的朋友呢 本週的好運指數呢 只有一顆星 哇 這禮拜呢 是非禪生啊 小人呢 感覺呢 在傾勞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 你會覺得說 小人呢 一直來干擾你 讓你呢 在工作上呢 有一種阻礙不淺的一種現象喔 那以及呢 口舌是非呢 會讓你呢 捲入一些別人的這種 人我是非當中 甚至於呢 有一些官司產生的狀況喔 所以要記得 這些是是非非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或是工作上呢 要懂得去明哲保身喔 不要去管假閒事啊 也不要呢 多去做一些不好的 違法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呢 就特別容易呢 有一種業力現前或小人呢 來得逞的問題喔 好 來看一下第四組生肖 生肖屬猴 老鼠 還有龍的朋友呢 本週的好運指數呢 有四顆星的好運期喔 哇 這禮拜呢 表現非常優異喔 會讓你呢 獲得你的長官 或者是有些貴人的賞賞 讓你呢 在工作 生活當中呢 充滿了很多的賺錢的機會 所以這一禮拜呢 一定要記得 多多的去展現自己的長財 甚至於呢 在工作上也好 或是生活上也好 一定要記得去多跟別人呢 來結這個善緣喔 多結善緣呢 都會幫助你 在這工作上 得到好的一些 業績獎金啊 或者是轉換跑道的機會啊 哇 代表呢 秋天要來臨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立秋節七這一天呢 如果你想要增望你的事業運 想要增加你的財運的話 這一天不要忘記了 去拜土地公喔 去祈求呢 你2024年的下半年呢 都可以呢 豐收 在你的工作上的豐收 事業上的豐收 財運上的豐收 幫助你呢 都可以更上一層囉 以上就是本週的生肖的豐收運勢 提供給大家參考